为什么是蔓越莓? 哈尔滨的回礼有何深意? 收到砂糖局后,哈尔滨给广西的回礼算是彻底给老铁们整破房了。 蔓越莓? 不要说吃了,多少本地人都不知道黑龙江还有这种特产。 虽然脑门上一堆问号,但俺们东北人嘴上绝不能认输。 不就是蔓越莓吗? 我们从小就吃,又脆又甜,包饺子,蘸酱都可好吃了,我们都吃腻了。 真是心疼老铁们15秒。 这个冬天,黑龙江为全国游客们付出了所有,唯独委屈了自家孩子。 不过相信以后,东北人不论走到哪儿,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。 话说回来,广西作为水果第一大省区,拥有全国七成以上的水果品类, 按说什么水果都不缺,哈尔滨为什么偏偏回礼了蔓越莓呢? 选一种广西没有的水果让老表们尝尝鲜,自使不必多说。 但这个冬天,智谋超凡的哈尔滨绝不可能就是回个礼这么简单,其中必有深意。 要知道,蔓越莓作为黑龙江特产,其实种植历史也并不久, 主要产地也仅限抚远这个偏远城市,就算是东北人,了解的恐怕也不多。 虽然价格不菲,但和那些大众水果相比,蔓越莓的商业化规模和市场认可度还远远不足。 借这个机会,让这个小众水果进入大众视野,再让最懂水果的广西老表们添一把火。 来年到了收获季节,说不定浮远的蔓越莓采收之旅就是黑龙江旅游新热点。 因为相比吃蔓越莓,收获蔓越莓才更好玩呢。 蔓越莓也叫蔓越菊,小红莓,是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,果实是鲜红的浆果,大小和樱桃差不多。 虽然颜值很高,但蔓越莓鲜果吃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美丽。 直接吃,味道大多很酸,甚至有点苦涩,但经过处理后的蔓越莓干和果酱就美味极了。 所以我们平常很少见到鲜果,大多是面包和饼干中的果干或是果酱。 蔓越莓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高,多生长在北半球凉爽地区的酸性泥碳土中,全球种植面积也不足2万公顷,大多分布在北美洲寒冷的沼泽和湿地。 蔓越莓最有趣的,要数它的收获方式。 由于果实很小,又隐藏在枝叶中,直接采摘非常麻烦,但蔓越莓成熟后其实是中空的,能够漂浮在水面上,所以在蔓越莓产地,基本都是采取水收的方式。 每年秋天到了蔓越莓成熟的季节,就会将蔓越莓田灌满水。 使用专用的机械在田里来回滚动,果实脱落后就会飘起来,很快水面就会被鲜红的蔓越莓铺满。 这时,工人在用栏目收集,场面非常壮观。 蔓越莓含有丰富的圆花青素、白梨芦醇等成分,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菌效果,能够呵护肠胃,尤其还能预防密尿系统感染,可以说是对女性最友好的水果。 所以,你现在知道哈尔滨有多宠南方小土豆了吧? 只是,这么酸的蔓越莓,很期待最懂水果的广西老表们要怎么吃呢? 是加点辣椒做成酸液,还是腌一下配白粥好呢? 学有意,果为莓,山川有格,情意相连。 感谢尔滨和小土豆们给我们带来这么欢乐的冬天。 关注果汁台,了解更多水果知识。